明年一度的台北电影节在8日举办颁奖典礼 今年的男主角被网友誉为死亡之祖 每个入围者都超有实力 王波杰与安盛了林波红 在出席入围酒会时 也被问到有没有信心拿下奖座 出道多年王波杰在大方坦言 自己很想拿奖 同时还在受访时开玩笑说 希望台北电影节把女朋友还给我 然他女朋友谢欣颖是这一次的评审委员 放了慎重评选还有第一回避 然人已经一个多礼拜没见面了 笑说女友这阵子都看片看一整天 完全沉浸在电影的世界 但每一天还说一传讯息 跟王波杰说还活着 慢慢忍不住笑说 希望北影还我女朋友 不停地